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人要用心来补施自己的爱。 因为如果你对一个慈悲拥有感恩心,那么你的慈悲心就会完全达到另外一种纯的境界。 对,因为当一个人,慈悲是人本性中固有的,但是当你用感恩别人来达到慈悲的目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一样了。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个慈悲的人一定要有感恩心,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慢慢的一定会有慈悲心。 所以我们救度众生,只要经常看这个人愿意帮助别人,愿意为别人付出的,这种人你可以去救度他。 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他拥有了慈悲心。 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做人首先用心来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不能自己不明白世界上很多真正的心,内心,藏在内心深处的这些佛情,佛意和佛念。 要想学佛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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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意。 慢慢的会得不到很多菩萨的感恩,因为当你的外心和你的内心都随着人间的繁星所转化, 那你菩萨的感恩,那你菩萨的感恩,就会慢慢的看不见。 你的心就不会清净,你的意念不会干净。 你很多的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常说的习性,就会慢慢的生起。 很多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好的习性,懒惰,惩恨,惩恨,忌妒,很多人胆小怕事,该自己承担的不承担。 还有无耻,不该你的东西,偏要躲过来,这些都是坏习惯。 每天要改,每天要修。 要每天对照菩萨的语言,对照菩萨的戒律。 经常想,菩萨会这样吗? 经常想,菩萨会有这种行为吗? 这样,你才会越修越好。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学佛,实际上,要学佛的内在的智慧和觉悟。 什么叫佛,什么叫菩萨? 就是当一个人已经觉悟了,而且这种觉悟是从心里觉悟的,不是仅仅靠外表,感觉我觉悟了。 所以,这种觉悟才能称为佛性和菩萨的本性。 所以,懂得自己本性,善良的人,才能探索自己本性和良心。 自己是个清净的莲花,你才能知道什么叫污染。 天天天心中有磨,受到五足恶施的影响,你有太多的恶言恶语,恶势恶非。 你的思维肮脏了,行为当然就肮脏了。 所以,你会浊气上升,静气下降,就是干净的气场,会掉了。 所以,人要真正解脱,就要活在佛的境界当中。 佛菩萨认为一切众生相,皆为净土。 众生相,就是指人间每个人各种不同的表现和面貌。 比如,这个人特别人,他就是一个嫉妒的相,恨别人,就是恨相,贪别人,就会产生贪恋之相。 嫉妒别人,会有嫉妒之相,做坏事,会有坏相。 所以,众生相,就是每个人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相。 那么,菩萨为什么说,一切众生相,结为净土呢? 实际上,就是说,你离开众生相,你就会有净土。 因为你心中有这么的众生相,你就没有净土。 所以,你只要没有净土,所以,我们人什么叫净土? 净就是干净,众生就是不干净,一切众生,结聚,我们说结聚净土。 实际上,就是一切众生,结聚,结聚,佛信仰。 所以,让本性光明,让人间的果实长存,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人间相。 我们在人间 在极乐世界 我们境界达到了极乐 我们人的思维就在极乐当中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天天活在痛苦当中 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 思维、行为 所以怎么样增加自己的学佛信心 这是让自己的心越变越干净的一个方法 经常地精进 经常地管住自己在人间的六道 也就是恨你会进入阿修罗岛 会进入地狱岛 你的贪会让你进入畜生岛 所有人间的贪心 痴心、恨心 就会让你天天在人间像活在六道当中一样 天天不得安宁啊 所以你们要记住 学会修了一辈子的一辈子 因为学了一辈子了 你才刚刚明白你是不是在修行 希望大家要明白 了脱生死 没有生 没有死 因为我们无生 才能无死 我们因为不懂 所以才会轮回 真正了脱生死 真正了脱生死 那就是已经没有将人间作为一种自己所期盼 所追求的人间的一个道场 所以孔老父子曾经讲过 我们不知生焉知死 我们自己怎么生出来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人怎么可能知道 怎么会死的呢 人生啊 非假非空啊 人生啊 就是根本是空的 因为有 就代表着没有啊 没有 就代表着有啊 因为我们 有生出 所以我们才会有死亡 因为我们要死了 结束了 我们才会投胎 又有生主 因为我们失去了 我们才会下一次得到 因为我们得到了 我们终有一天 才会失去 所以 实想实修啊 学佛人要懂得 意境修行啊 我们要修这个 实实在在活在人间的境界 在人间的境界 就要把它修到天上 我们 这就叫 实践 实意境相修啊 也就是说 实实在在的意念的境界 相就是在修行啊 我 就算了 就算了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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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